答应了大家很久的那个评价的学生档什么一套花生品什么的 今天终于给大家出一起 以下所有的产品 如果有一条是广告 我发誓我怕二十斤 我是一个混油皮 我从价格和我对它的使用感受方面挑选出来的 先贴上豆豆贴 因为我长豆豆了 所以要隔绝一下财商 冬前的老习惯就是先喷个风果 RNW的几乎每个视频都会出现 反正呢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基础的补水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然后首先从这个一箩筐里面拿出我最爱的防晒 就这个 uniform 而且我觉得也没有网上说的那么的糟糕 反正我就是很喜欢 接下来就是格尼 这个是柳斯姆格尼 他家永远都在做活动 买一送一 我是黄黑皮 所以说选这个紫色瓶子的 我结合了瓶下和好用 还有变白这一个功能 给大家所以说最后选择了它 这下部分 然后呢 Keto这下是1.5号自然色 这个这下我就给大家用半边缘 给大家看一下情况 就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还是考虑到了养肤这一个成分 我也怕其他的宝贝用了闷豆啊 或什么情况 所以现在可以选择的红星球 我选择这个色号是F40 妈呀是真的不白 很轻薄 奶油肌 今天还是超常定装的一天 就是定装喷物加定装散粉 定装喷物就是这个悠丢的定装喷物 它的喷头不会像其他的定装喷物 就是那种像汁水的感觉 会把我的底装给滋花 接下来散粉就是Keto的散粉 它是我的最爱 Keto的裸色散粉 裸色的 这个就是有了散粉和没有散粉的区别 觉得颜值比较好看的 就是这个素自然的这个樱花眉笔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眉笔它很细 可以来画破残 修容盘我就选择了这个 调色的这个修容盘 因为我就直接选了一款 我使用率比较高的 我最喜欢用这个灰冬 来就是修笔的 那这个可以当高光使 所以我觉得很方便 很实用 眼影盘拿了大家众所周知的 这个居朵的 12号色 先蘸一下这个打底色 再蘸一下这个色 然后让咱们再来蘸取一个 这个红色的 一笔啊 画个卧残 拿个眉签 先拦一下这个卧残 不然真的是看不得 接下来就是要贴个算笔 就素自然永远的神 埃尔玛丹念 他这已经有个窝了 就是我频繁使用 这个眼妆大致就这样完成了 真的就 这就是区别 这里就是画腮红 当高光 褚动旗帜的眼线胶笔 给大家推荐 记得一定要买他家这个斜头的 这个扁头的眼线胶笔 特别好画 这个是玛丽亚的睫毛夹 他这个真的卷翘土 真的很不错 这是Keto的睫毛搭底 那我们来刷一刷 看看右边和左边的区别 今天我就不给大家推荐睫毛膏了 因为这个睫毛搭底 已经代替了睫毛膏的存在 我们的腮红部分 然后我选择了 就是我们的老朋友 洛杉矶这个腮红 我这个这个色号是489 我觉得489是每一个人 都值得拥有的颜色 就是他 就是这样看会有点偏粉 但其实你仔细看 他有点偏橘 就是很好 说实话 但是他有点非粉 但是我觉得他的显色度和 那个粉质的细腻度 在我这能过关就行了 飞不飞我觉得都无所谓 粉中带橘的感觉 高光的话 选择了一款 就是我已经用到 用到已经脱皮的了 一个高光 这个牌子是蜜萌的 是不是瞬间就特别亮 然后我们高光这趴 就这样过了 我坏下睫毛真的有点手残 特别手残 这个睫毛就是虾猫中号十号子 就中等 就反正一般般 特别一般 液体验一部分 我也选择了两个给大家参考 一个是橘朵的08号色 还有一个是优里的2号色 这边是优里的 这边是橘朵的 今天就暂且重新这个 橘朵的吧 纯佑我今天就选择了一个 我最爱的品牌 就是这个蜜萌的 就经常出现在视频里面的 粉色口红 就是他家的DR01 然后我今天会用一个反射差 比较大的就是SS01 这个是DR01 就是想要粉色口红的 你就直接去盟选 这个是SS01 给你 真的吗 我可以 给你 给你 给我 给我 的是 你 你要 你的 侍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